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定直线 角度 极轴 极坐标 那这个极轴它究竟是个什么东西呢 一起来看一下 极轴它也是我们状态栏里面的一个功能 那这里呢我们可以通过我们键盘上的F10键 在这边呢去控制它的一个开启和关闭 我们把F10打在公平上 我们来加深一下自己的音响 对 F10在这边呢是我们的一个极轴的开启和关闭 那么这个极轴有什么用呢 极轴说白了 它就是用来呢 去设置我们的一些指定的角度的 极轴它就是用来设置我们所指定的这个角度的 好 那这边呢小米老师就跟大家举个例子啊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就直接呢拿这个图为例啊 这个图很熟悉吧 太熟悉了是吧 我们在小时候啊 我们经常画五角星啊 觉得呢这个五角星特别容易画 不管从哪哪里开始 这个下笔啊 我们都能够一笔呢把五角星给挥制出来 那现在不一样啊 现在我要你呢用cd啊 一笔把五角星画出来 而且的话呢 在这里面只能给你30秒 只能够给你30秒的时间 你会觉得老师30秒怎么够 肯定不行啊 啊 你说三分钟我可能还可以考虑考虑啊 好 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拿这个图为例啊 来跟大家呢去讲讲几轴 不要的啊 我就删掉了 呃五角星呢 在这里呢 他蓝的地方就是角度的问题啊 角度 所以我们来一起看一下 在我们的这个状态蓝这里啊 他这里有个正交和几轴 他们两者呢 是在一起的 看没有 他们两者是在一起 其实说来话长啊 他们之 对他们之前呢 其实是一家人 对同时的话呢 现在呢 现在还有这个血缘关系 所以在这里面你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就是我们这个正交和几轴啊 对 靠的很近 对 然后呢 我们很多同学呢 都想把他们都开启 啊 其实呢 在这里面我想告诉大家 我们是没办法同时开启的 对 只能够开启其中的一个 对 你不可能把他们两者同时开启 开不了的啊 要注意 好 然后这里呢 我们可以一起看到那其中我要去设置他怎么办呢 那么同样的 对我们课堂上同学有同学如果提到 在这边的话呢 没有这个头像也没有这个声音的话呢 我们在课堂上的同学方便打字的啊 在这边的话呢 就是告诉一下这些同学啊 对 就是课堂上的这个纪律性的问题 我就不会去花特别多的时间 好吧 然后呢 大家的话呢 你们方便打字的 你就帮我的话呢 回一下 对 好 这边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我直接呢 输入我们的一个SE啊 就可以进入到我们的一个草图设置当中 在我们草图设置当中呢 这里面呢 他就会有一个极轴追踪 啊 对 会有个极轴追踪的标签 我们就切换到这个标签当中 大家一起看一下 关于极轴追踪 他有 两个 是需要大家去掌握的地方 一起看一下 他分为我们的一个增量角 和呢 我们的一个附加角 他没有 啊 分成两块 就是 增量角和附加角 好 首先呢 小秒师呢 我要跟大家去讲一讲增量角 增量角 在这里呢 他就是我们 的一个 地增角 他默认啊 就是90度的 那现在我把它切换到30度 啊 大家一起看一下 我把它切换到30度啊 本来是默认的是90的 我切换到30 好 接下来呢 我就直接呢 打开一张图 打这张图啊 我就拿这张图 为例 稍等一下 不要的 我就删掉了啊 我就拿这个图来跟大家举例说明啊 好 现在一起看一下啊 我直接输入L会直线 直接输入L会直线 在这里 他们直接指定第一点 那我就直接指定这个 极坐标的啊 就是这个坐标指的 这个零点啊 然后呢 大家可以一起看一下 在这里呢 我们刚刚所设置的这个值啊 是30度 看没有 好 那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接下来呢 我往上面走 往上面走啊 一起看一下 下面要是 往这边走 走走走 我走到30度的地方 看到没有 是不是有一条追踪线 那如果我继续往上面走呢 我走到60度的地方 是不是也会有一条追踪线 好 我继续走 走到90 走到120 走到150 走到180 走到210 走到240 走到270 300 330 那如果是说我把这个增量角把它设置成为这个15度呢 好 看一下 同样的 我输入L会直线 零点啊 还是我们这个呢 所指定的一个位置 往上面走 那么这条线是多少度呢 这条线就是15度 好 继续走往上面走 30 多少 45 60 75 90 105 120 多少 135 所以在这里面我们的增量角 它就是我们那个地增角 它是按照我们所设定的素质去进行替增的 明白吗 这个能不能理解 能够理解东西啊 再公平给我打1 啊 能够利用学我们再公平给我打1 那有人说 老实那有什么用吗 是不是 好 这边呢 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把这个增量角啊 我把它改成90 我把它90啊 我把它改成90之后呢 接下来我画一个矩形 这个矩形的长度是多少呢 这个矩形的长度是100 这个矩形的宽度呢 在这边为50 好 你一起看一下啊 直接输入L会直线 往这边走 看没有 那这个时候呢 这个时候我没有开启正交啊 我用的就是几轴 我没有开正交 那这条线是多少度 0度 那是不是我就可以直接输入多少 输入100啊 那这条线是多少度 这条线90度 那是不是我就直接可以输入50呢 当然了 那这边都让100啊 然后在这边呢 我们输入C啊 进行闭合 那是不是出来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 如果是说正交跟急轴相比 那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弟弟呢 思考一下 如果正交跟急轴相比 哪个是哥哥 哪个是弟弟呢 嗯 思考一下 啊 对 急轴是哥 啊 正交是弟啊 为什么 为什么 因为急轴的功能 比正交的功能还要强大 好 那么 有的就说到老师 那这个急轴 他就只能够去设这个角度 就仅仅是这样子的吗 不 接下来继续往下面走 我们直接同样的输入SE 进入到我们的这一个 急轴追踪的模式 那么这里面呢 有个什么 有个 附加角 啊 有个附加角 好 好 下面要说呢 我就直接拿这个 拿这个五角星给大家 讲解 我把这个增量角啊 改成90啊 增量角 通常情况下 我们都会设为90度啊 不要去改这个值啊 对增量角 默认的就是90 我们不要去改 尽量 好 那么这个附加角呢 附加角有什么用呢 附加角 他就是我们的一个 偏移角 那么举个例子啊 我要画这个五角星 我要用到多少度 我要用到36度 我要用到108度 我要用到负的36度 那么小米老师呢 我就直接点击星键 把36度输入进去 把108度输进来 把负的36度输到这里面 所以我们要的角度 是不是都有了 36有36 108有108 324 在这边是哪个角度呢 324就是我们负的36啊 有同学啊 这边就不好理解了 那明明我在这边 我输的是负的36啊 老师去纠结这个啊 你不必纠结 为啥 因为在这里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软件 他会自动帮你 把这个角度转变成正值 我们输的 虽然是负的36度 但是呢 实质上呢 他在这边啊 也是我们正的324啊 这个要能够理解 对 指的是同样一条线 所以在这里的话呢 不必去纠结啊 他本身啊 就是一样的 好 我们可以看一下 我们点击确定 那我要去绘制这个五角形 接下来就非常简单了 我们直接输入L绘制线 他让我们指定第一点 小秒是随意指定第一点 好 大家可以看一下 我现在这条线的方向是多少度 是36度 为什么我说它是36度 看这里 看没有 他这里就写到了36度 所以说 我现在只需要 我们用鼠标控制方向 然后呢 我们直接输入我们的一个距离就好 那这距离是多少 这个距离就是100了 这先是不出来了 那这里呢 这里是我们的180度 那我就只要输入长度 长度多少 长度100 那这里呢 这里的话呢 是我们的一个负的36度 那长度呢 长度在这边一样的100 那这里呢 这里是108度 那长度呢 长度一样的 我们直接输入100 我们直接输入C啊 闭合 所以我们刚刚所设定的附加角 也就是意味着 它只会捕捉36度的这个角度 其他的角度 它不会捕捉 它不像我们的增量角 啊 我们设置30度 它会捕捉30度 60度 90度 120度 150度 180度 210度 它是以30度 替增的 但是附加角 它不会替增 附加角 你所设定的是这个值 那么它就只会追踪这个角度 其他的角度 它不会追踪 现在 大家能不能够区分呢 能够区分的同学 公平打一 能不能够区分呢 真的样角和附加角的一个区别 真的样角 它就是我们的一个递增角 对 它是按照这个倍数 去进行追踪的 那附加角呢 附加角 它只是个偏移角 你设定的是多少度 它就只会追踪哪个角度 嗯 好 那在这里 我们再来一遍啊 再来一遍 我们要继续绘制这个五角星 那我就直接输入L 绘制线 我随意指定个点 这个角度是36度 它就会出现这条追踪线 所以我只要输入长度就好 跟正交有点那一似 长度100 那么这里呢 长度100 这里方向呢 长度100 好 那么这个方向呢 在这边呢 长度100 好 我们输入C 闭合就出来了 嗯 所以说 不管是说你在这边的话呢 你从哪一点开始出发啊 你都可以直接去进行绘制 像这个啊 108 那你就直接输入100啊 对 但是呢 你在这边你要去追踪的 那你要知道 这个角度啊 这个角度我们没有输入 这个角度我们没有输入 所以说你往下面去进行绝踪 这个角度的话 你绝踪不到 就这个原因啊 好 在这里面有同学 他老师我还想再快一点点啊 可以快啊 鲜花走起来 对 让你们再快一点点 好 这里呢 下面老师呢 我要教大家一个技巧 我们刚刚是用极轴来控制它的角度 那么这个长度我们能不能够去控制呢 可以 怎么控制啊 接下来一起来看一下 我直接输入SE 直接输入SE啊 能不能够飞起来 可以 对 然后呢 你花点工资 请一个 对吧 这个行业里面的大咖来帮你画图 对 这样子的话呢 你只需要声控就可以了 你说在这里面怎么改 在那里怎么标数字 啊 这张图子该怎么出 对 你就指挥一下就可以了 声控的那一种 对 好 接下来呢 我们可以一起来看一下 极轴追踪里面的参数啊 这里我不改 那接下来我们就直接的补充一个东西 就是我们的 捕捉和三格 就在这里 在捕捉和三格这个标签当中 我们默认的模式啊 是三格举行捕捉 是这个模式啊 默认的 那么现在呢 我们可以把捕捉给勾选上 然后呢 把我们的这个捕捉的类型把它改成 极轴捕捉 那么这个距离呢 是100 因为啊 这条线的长度是100 啊 这里大家记下笔记啊 我刚刚设置的是哪 哪几个参数 第一个 启用捕捉 我是勾选了 第二个 捕捉的类型 我切换到了极轴捕捉的模式 然后捕捉的距离 在这边呢 我们设置了100 我们改了这三个参数 这里呢 大家你们可以 呃 直接呢 截个图啊 保存在自己的电脑上 好 这边呢 我们可以直接点击确定 好 现在来一起看一下 我们画这个图啊 我直接输入L会直线 往这边走 对 往这边走 大家仔细看一下 这边 有个提示 长度是100 角度是36 如果你往上面走 在这里继续看一下 如果你往上面走 这是多少 长度是200 这是多少 300 这是多少 400 这是多少 500 这是多少 600 700 它是以10 以这个100啊 去进行替增的 所以说我直接点下去 我直接点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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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直接点下来 这五角形就好了 好 再来一遍啊 输入L会直线 我直接指定第一点 这里输入了长度100 角度36 长度100 角度180 长度100 角度324 长度100 角度108 连起来 OK 所以说这个尺寸肯定不会错 对 所以说我们刚刚的话呢 仅仅啊 就是用到了这个 提转 提车和捕捕捉 但是这边我们用完之后啊 大家要注意一个细节点啊 用完之后把这个捕捉把它给关闭掉 一定要注意啊 我们画图的时候这个不要开启啊 对 只有你在用的时候才开启 不用的时候一定要关闭 好 我们把它直接关闭掉 然后呢 我们的这个捕捉的类型啊 切换回来 啊 切换回来 切换到默认模式 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就回到了我们正常的一个值了 OK 好 这边啊 我自己改一下 因为我 因为我这边跟这个叫变有冲突啊 所以呢 我把这个模式改一下 你们不用改啊 你们就直接回到这个举行的模式就好了 对 我是因为我在讲课的时候 这个筷子键有冲突 所以就改了这个 好 刚刚呢 我们所跟大家去讲到的 就是关于我们的这个 极轴的内容 好 我们看一下 极轴 它的一个设置 前面有讲到增量角和负加角 同时呢 在这边呢 也讲到了 就是我们极轴 捕捉的模式啊 在这里呢 我们是设置的是100 所以说它会以100的 这个距离呢 去进行剔增 好 在这边呢 关于我们极轴的 一个知识点啊 大家理解了没有啊 理解的同学啊 在公屏啊 给我打个1 OK 好 在这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所提到的呢 就是我们极轴相关知识点啊 关于啊 这个知识点啊 就给大家呢 讲到这里了 需要完整视频同学 可联系视频下方老师 同时学习纯内会 不定期更新 CD制图课程 这个知识点啊 然后再来 因为 这边 这个知识点啊